妮女是住在杭州市渔航区翡翠城佩兰院 这套房子是2019年买的 总价将近300万元 去年1月份交付 交付了以后我们就装修了嘛 然后是今年3月份左右发现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家基本上所有墙体都出现了 就是那个裂纹 然后这边 这里中间这样有一条 然后这面墙嘛 主卧 然后这边 这块 这块也有一面墙 特定那里有一面 然后那边那个房间也有一面 然后那边那个房间也有一面 等于说一共一 二 三 四 四面墙 四面墙都有裂缝 因为它外层是乳胶漆嘛 所以乳胶漆的裂缝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不是裂得很夸张的那种 宴说因为当时是毛坯嘛 当时是那个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 现在墙面都已经修复好了 妮女是提供了之前拍的照片 把墙面敲开 墙体中间有一条比较明显的缝隙 住房质量保证书中提到 墙面的保修期限是两年 一开始他们其实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 然后后来就是找人把那个墙体开了 开了之后发现是里面的问题 就是里面沉重墙的问题嘛 所以说是房账工资的问题 他们也承认的 然后当时其实我们达成共识 是说他们来维修 然后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他们修不了 比如说因为我家就是客厅 全部都是那个微水泥 他们修不了 然后是找别人来修的 妮女是说 除了客厅需要做微水泥 其他房间的墙体 是开发商杭州翡翠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找人来修的 但维修效果 她不是很满意 但是那个乳胶器就做的不成样子 就是整个墙体都不光滑 然后上面有坑坑洼洼的东西 包括这个开关什么的 就是都被他们弄破了 然后我们想找他们来重新修补吧 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修不出来 妮女是说 后来又自己找人做了修复 并通过物业管家 把报价清单发给了开发商 记着看了一下 清单中的类目包括 微水泥维修 乳胶期修补 住宿费 开荒清洁费 地板破损和空气净化器 表格里列出了各项的具体明细 总共37,800块钱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只承担1000块钱的乳胶期费用 5月9号 物业管家在微信中表示 开发商同意支付乳胶期1000元费用 但要写明乳胶期维修已完成并签字 另外费用在协商 找到物业服务中心 项目经理不在 前台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第二天 开发商方面文字回复称 在装修前 未接到业主任何关于墙面问题的报修记录 业主于2023年3月报修三处墙面出现列文 考虑到项目尚在保修期内 项目公司给予了业主免费维修 物业及项目公司全程安排专人跟进维修 并及时做好保洁 但后续业主对于维修成果不满意 提出索赔诉求 并表示项目公司无法满足业主的索赔诉求 后续仍将持续保持沟通 争取尽快解决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